終於到台灣了媽媽 這個也是值得STIM的 這個是天堂級好的 有隻腳底除備 哈哈哈哈 厲害喔 鮮奶戒的LV 他說得很濃郁 我想不到說什麼 我完全想到說什麼 除了說好吃之外 台灣我來了 Let's go 早安各位 今天就是我在台灣的第四天 今天終於不是坐在酒店 跟大家來的開場吧 現在是下午的兩點鐘 兩點鐘就出來了 我看到在第三天有人留言給我 有兩個人都告訴我 晴薇珍對面那邊有木瓜牛奶 很好喝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喝奶 所以我就來試一下 這個回北的木瓜牛奶 我試一下好不好喝 是不回的 這個也很好喝 不是開玩笑 好濃味喔 真的很好喝 這個 北匯的這個 它自己主打招牌 是木瓜牛奶 但它真的很濃味喔 不是開玩笑的 又不是喝到有水分別的 好棒喔 好濃味喔 嗯 好像都是在咀整個木瓜 這個值得喝大家 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個天堂級好喝 跟屎林那個有得揮 那個木瓜嬸 這個木瓜小子 這個有得揮 很好喝喔 我喝完之後有個胸 會不會比阿卡 哈哈哈哈 如果大家喜歡喝牛奶的話 又不想去到夜市才有得喝的話 西門町有得喝啊 現在這個不回的牛奶 我誠心推介大家 值得一試 這個不是說事 話說有觀眾inboss 告訴我 你一定要試一下這間的滷肉雞飯 那我就來這裡試一下 究竟這個滷肉雞飯好不好吃 因為我一向都不會出賣情味珍的 我一直以來都會光顧情味珍的滷肉飯 然後呢 我現在就試一下這個滷肉飯好不好吃 嗯 這個滷肉飯都好吃 但是真的不夠情味珍的好吃 對不對 我覺得情味珍香很多 是的 這個來說 我覺得這個都好吃 但是真的不夠情味珍好吃 不是謙見的 但這個都OK的 如果大家想試一下 真的的話大家可以來這裡試 除了叫我吃這個滷肉雞飯 還叫我吃這個豆泡 豆皮 豆腐皮 那些 我不知道這個叫什麼 我們現在試一下 嗯 這個好吃 這個是適合我吃 應該不適合醫院人吃 這個很重口味 超好吃 很棒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好吃 如果大家很重口味 這個可以點一下 這個滷肉雞飯 大家如果想試一下新的東西 這個都不錯 真的沒有情味珍那麼好吃 沒有那麼濃味 沒有那麼香口 但是之前有人說 情味珍都比較濃味 那這個適合你們的選擇 真的呢 現在暫時從每一間店 挑戰到情味珍的滷肉飯 就算你們介紹多少滷肉飯 我真的去試 真的不是那麼好吃 情味珍的肉飯真的很好吃 今晚要實戰 但是這個真的不差 你們嫌情味珍濃味的話 這個真的不差 因為我覺得它不夠濃味 不夠香口 這杯的這個 大家認知這杯奶 這個真的很好喝 很濃味 好像整個木瓜咬著一顆樹 正是這個 吃久了就知道整件事 情味珍真的沒得樹 情味珍是所有汁 少少汁少少滷肉 我都說混了一碗飯 這個混不了 我可以吃到沒有味 整碗東西現在好像在醫院吃 這間店我都覺得常常 但如果你們不喜歡吃這麼濃味的東西 這間店是不錯的選擇 不過話說 很多人來問什麼比賽 買支筆 騙你們的錢 我突然想到一個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是不是你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找一個比賽 怎麼好像說 王爺斯玩比賽 這樣問他回頭 那就OK 哈哈 一直以來都很多人排隊 這個我又沒吃過 所以現在要試試這個阿中麵線 究竟是否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以前來台灣 旅遊書一定會推介這個 我現在這麼熱 都一定 我現在就要試試這個 是不是很好吃 即是不是試小莫香蟹 是試阿中麵線 哈哈 來,借一下 阿中麵線 說得好像很厲害 但我知道有觀眾叫我不好吃 但是呢 當然是要朝聖一下 來了台灣六年 現在才來朝聖 會不會太遲呢 我咬了 嘩 這麼鹹的嗎 它本來真的這麼鹹 重口味的 這個是很重口味的麵線 很好吃 反而我覺得很好吃 這碗麵很重口味 這碗麵 很鹹鹹的 可能我很難吃的圓梯 在這個世界 很難吃的圓梯 很難吃的圓梯 這樣就好一點了 整個試過的效果 剛剛好 Just beat OK 但這個阿中麵線OK的 我覺得 朝聖一次就夠 太大碗會飽成 吃完之後很熱 但大家可以來試一下 大家可以試一下 來試一次就夠了 第一次新手來台灣 一定會試一下 現在當我是新手 就這樣看 哈哈 這個不是說笑 你吃幾口應該很飽 和很熱 真的飽在腦袋 這個東西 但我覺得挺有趣 我覺得挺好吃的 反而我是不是有問題 大家覺得不好吃 就覺得好吃 好吃喔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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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人沒有紙巾 又有小病的時候 應該要怎樣做 這件事大家不要笑我 好像我媽媽一樣 哈哈 就是在酒店裡 撕10張8張紙巾 然後現在就拿一張出 這樣就撕1張出來 不錯 又不用買紙巾 因為我找不到自己在哪裡買 71好像沒有自己買 這樣我就去抹起來了 給你看我抹一下我性感的 哇 性感的鼻涕 簡直是really sexy OMG 這個中面線真的很多韓國 日本旅遊的人來吃 但香港還是少一點 是不是已經不高潮了 飽啊 正啊 最重要要拍到衣服外面 來一頸 好憤力鏡 OK 就很華麗的吃這個面線 我覺得好吃 我下次來應該會再吃這個東西 但除了一個人吃光的位置 有一點飽到頭殼頂 不行性感的鼻涕不斷流 滴到我性感的頭殼頂 一旦我的頭沒那麼高 我就等不到150那麼矮 你知道我的頭髮 遮到整個膠樓大那麼高 哇 為什麼這間這麼帥 真的這麼帥也有 好帥啊 為什麼可以這麼帥 好帥啊 為什麼這麼帥 哇 哇 好小顆自己 這麼瘦啊 全部都太瘦了 正所謂每天一咚 今天吃這個就是蜜糖的咚 嗯 火 這個味道呢 好像在吃香港以前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從現代 好像在吃沙翁一樣 這個味道 這幾天吃的那幾個味道 全部都是我每次來必定會吃的味道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最好吃的是草莓朱古力 第三個都是這個 那大家自己衡量一下 如果香港想開這個冬甩就好了 真的 好好吃啊 不是說笑 大家有興趣真的要試一下 又不是貴三十多元台幣的 好帥啊 這個真的吃得到一次 大家有興趣真的要試一下 來這麼多次都這麼多人吃這個 妖河夜市的胡椒餅 我一定是不會排隊的 因為我第一次來妖河夜市的時候 一來就吃了這個胡椒餅 就是我全程吃不到東西 所以攻略是你不進來的夜市 千萬不要吃這麼飽肚的東西 慢慢慢慢吃 最後才吃那個你才會吃到的 每一次來這個夜市 一定都會吃這個雞腿卷 因為這個雞腿卷真的超好吃 不是開玩笑 我每一次吃都一定會吃完整顆的 這個東西它的肉汁是比較juicy 但我每一次點的味道不同 今次吃完原味 我覺得 怎樣燒出來的雞都不會太滑 是很滑的骨刀 真的好像是SK-II那樣 哇 哇 滑的滑出來 好像是SK-II那樣 我覺得這個雞真的很滑 好棒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來試一下這個雞腿卷 好熱啊 這個真的真的好吃 真的不會說很飽 吃完整個肉汁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嗯 有多汁呢 又有滑呢 外面又燒到脆脆的 簡直是不需要吃什麼味道 原味已經夠好吃 剛剛走一走 然後這個叫瓊姐 大家認住她叫瓊姐 因為她的小母香瓊 瓊姐說有個妖怪炸薯條 臭 妖怪臭什麼炸薯條 對 接著我們就叫 誰知道原來真的沒有給我猜錯 是臭豆腐的薯條狀 我看到這杯也覺得飽 但挺搞笑的 有一隻雞蛋脆脆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不起 有點大聲一點 我試試這個雞蛋脆脆味的臭薯條 它聞起來真的有臭糊的味道 哈哈哈哈 來試試 哇 哇 哇 它是把臭豆腐可以吃炸到沒有水分 哇 它是比臭豆腐更難吃的一個東西 真的大家不需要試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普通 很普通的 真的這個不好吃 它的水分已經沒有了 它是 又不退 但是它又軟 但是又沒有汁 除了外面這些芥末醬 所以真的不好吃 唉 見到那個得意的就看這段片 我的得意 它也不是很得意 我覺得沒有人排隊去試這個東西 原來真的不好吃 真的很普通 它是不香口的 假的 是沒有了水分 令我吃完之後很頸殼 我的樣子是一直都要這樣 它沒有開 哈哈哈 我一心來這裡想要告訴大家 尼河一定會吃最好吃的東西 它沒有開 哈哈哈 它沒有開 哈哈哈 吃什麼好 我不知道 我已經想走 為什麼馬英九旁邊有比卡超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馬英九旁邊有比卡超 喂 英九哥 你竟然捉了一隻這樣的比卡超 哈哈哈 這裡有一隻 這裡有一隻 而且是立體 厲害啊英九 你厲害啊 我今天買的這一杯 我正喜歡蠻彩滑風 我不知道是甚麼名字 不是 所以這 NORiberal 我現在來試試試 esse蛋 但它有很多 éta兒比我怕我會敏感 吃 嗯 我的胸圍都在真 怎知是 還未飲得美 是什麼 嗯 哇好酸呀 是嗎 嘩태 這個東西真的不是說話,不要喝 它搖完之後,又不是那麼漂亮 其實由頭到尾,70元台幣就是買它過一口 然後又不好喝又不漂亮 搖完之後都不知道為什麼要買 我不明白,不過挺酸 胸帶挺麻煩,胸帶的煩惱就是會滴了東西到菠蘭 現在菠蘭有檸檬汁,真的不是說笑 很濕潤 一會兒在菠蘭裡吐蟲,我不知道怎麼辦 這間的玉子燒不是我平常吃的那間 但唯有玉子燒也要試試 我覺得永遠都喜歡玉子燒 但外貌已經輸了一半 我覺得不會是那一間 但外貌真的輸了一半 味道很重要 我這個很熱,我全身都出汗 我們現在試試味道 它也是這麼濕的 裡面還可以的 裡面的感覺是差不多 它的味道也是很好吃 但是,差點什麼呢? 差點名太子 它裡面的味道是很濃味的 很濃的芝士味 這個東西是不可以分享吃的 如果分享吃就會打架的 多飽你都吃到 每一次在夜市都會說這個 它裡面的味道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很好吃 它芝士得來,它又不膩 不膩得來,它又有一種甜味的芝士 再加上好辣多的粟米 我沒有說粗口,我先說明事 好辣多的粟米 我看到有人讚我,有個留言 Manson你很厲害 你最近的影片沒有說粗口 我個人開始有教養 哈哈哈哈 大口吃,你看多汁 正 感覺是一個響扣,不是說笑 竟然它是好結班版的肉 不知道它是超級版 是一些名太子 如果有名太子,我就會發財 這個也是直接店 這個是天堂級好吃 如果大家有機會見到 我試一間也好 幫忙都沒有吃 這間也好吃 值得一試 這個宇宙世界無奈 超級好吃的 嘩,試新東西 我永遠看到有不同的牛奶 我一定會第一次試的 我看到奇異果牛奶 我立刻第一時間 Frayburner去喝 挺有趣的 這個好喝 它又不是加了水 你喝得到奇異果的味道 很濃郁的 然後又是很濃稠的 OK 我喜歡的 嗯 在這個 在這個妖河的牌 旁邊這一袋 我覺得可以試 但是呢 要快點喝 因為久了的時候 它是稠稠的味道 是稠稠的味道 大家追求 如果牛奶的話 追求濃味的話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個都值得一喝 這個好喝 我問了奇異果專家 即是晴姐 晴姐說 為什麼奇異果 最後喝下去有苦潔味呢 就是因為 它拿著釘去打 如果拿著釘去打 就有苦潔味 但是我喝的大半杯 都沒有 但是我放了一點 現在我慢慢放進去 喝的時候 我扒鼻子 剛剛好弧度 哇 好舒服 好放鬆 我覺得這個好喝 現在追求大家 龍味這杯都不錯 但是最後不知道 有苦潔味 這個貼紙相機 我每一天來都說要拍 第一天想拍 臉油到東西 第二天頭都軟了 第三天我今天很想拍 但是它又沒有我想要的 白環帶不來 我照進去當拍了 OK 我現在進去 我們先拍一二三 一二三再笑 一二三再笑 這個樣子真是 完美無下 多漂亮 我當自己拍了 那現在省了一百塊這個台幣 好了 這裡可不可以我自己剪片的技術不夠高 不然我加些高油彈在後面 哈哈 話說我們昨天找了很多資料 就是說來這一間的極...上... 上品 我們來這一間上品的直鐵板燒 那我們一試一下 剛剛來的這個蒜蓉包 和這個龍蝦海鮮湯 蒜蓉包超級香 不是開玩笑 真的我覺得... 嘩... 它有點油啊 不是開玩笑 嘩... 蒜蓉包和外面的 是完全極大分別 嘩...嘩...嘩... 嘩...嘩... 它的蒜蓉是... 你感覺到有殺菌的 在你口裡 我覺得這個好吃 嘩... 嘩... 這個湯很濃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平日外面的湯 很濃的 這個湯很濃 味道剛剛好 又不會太濃 嘩... 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們點了一個套 是... 鮑魚的套 是980台幣 那我買了200多元 我想加上300多元 但是這個真的很好吃 現在的頭館已經覺得很滿足 這個湯真的沒得到 外面一定喝不到這個湯 是不是很好喝 嗯... 嗯... 這個湯不是開玩笑 很棒 又濃得來 裡面的菜 我又覺得很好吃 這個真的 頭館已經沒得到 簡直是一個響式 我第一次吃黑松露 真的這麼大個仔 它裡面是這樣 然後很大層黑松露的味道 不是開玩笑 我真的這麼大個仔 第一次吃這個黑松露的蛋 厲害 黑松露蛋 很棒 嘗試一下 黑松露的味道 原來是這樣的 嗯... 好吃啊 鹹鹹的 然後蛋呢 甜甜的 總共加上 我不懂得形容 這些這麼高級的 我形容不了 我除了好吃 可以形容不了其他 嗯... 我好滿足啊 這個蛋 100分給你 嗯... 嗯... 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個黑松露 哇... 正 這個真的人親 吃Galaxy的 這個 一定要試的 我覺得是 好喝啊 看到嗎 除了面頭那一層 底裏都有黑松露 這個真的不是開玩笑 好吃啊 好好吃啊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世界級好正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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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切下去是... 挺韌的啊 OK啊 好像很好吃 應該很甜啊 看他的樣子 啊... 好喝甜甜我吃啦 看看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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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說 我沒話可說 真的好吃的東西 你是找不到一個 你和你不喜歡吃的那些 真的好大分別 好爽口 還有 鮮甜爽口 所以應用這個 嘗嘗一下 吃了這個鮑魚 這個是網上說 最有名的鮑魚 好像是南非鮑魚 大家試一下 究竟是否真的很好吃 嘗... 好像很棒 我不點任何醬 先吃吧 嗯... 平時吃的鮑魚 是... 很好吃的 它這個呢 有一點點鮮味 再加一點甜味 感覺上你吃了下去 好像更加鮮 嘩... 這個感覺很好吃 嘗... 吃這個鮑魚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嗯... 它真的很好吃 很鮮味 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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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感覺是世界大級享受 超級好吃 嗯... 這個醬有一點酒味 我令到鮑魚的感覺 有不同的味道 又有一點芝士味的醬 嗯... 嘩... 好有酒味 我醉了 不行...我醉了 吃完鮮甜的食物 我突然要吃一點很新鮮的 就是吃這個菜 先清一清口 因為一會兒要吃主菜的牛 那隻牛 那隻牛整隻放進去 嘩... 這個醬很新鮮 這個醬很新鮮 這個醬在外面 一定吃不到它 有一點酸酸的 但有一點甜甜的 有一點果味 這個醬是我第一次吃的鮮 然後這些東西 我永遠吃都覺得很新鮮 這個醬很新鮮 整個醬很新鮮 主菜的牛來了 我點了都忘了叫什麼名字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但我現在試一下 好不好吃 我點了三瓶熟 我沒吃過這麼生的東西 但好像好像好吃的 那我現在試一下 嘩... 牛很軟 入口真的即溶 我想不到說什麼名字 我完全想到說什麼名字 除了說好吃之外 又口即溶之外 我嘗試過去講解 怎樣說 但我真的想不到 它真實的形容詞 除了... 值得一試 其實值得一試 其實值得一試 是幫了我很多東西 誰值得一試 好吃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 它的感覺 是除了好吃 然後呢 它又不是很有... 我嘗試一下形容一下 它是... 又不會有鑊氣的味 但是它又可以煮得很軟 但是它又不像煮過 像慢煮牛肉的感覺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應該是這樣形容 這種感覺很好吃 哦... 好軟 它是入口式溶機 再點這個椒鹽 還是黑椒 再點這個椒鹽呢 這樣呢 嗯... 等你一個享受啊 媽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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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跟阿晴姐 剛剛品嘗完這個... 品相... 上品... 還是... 極品... 哈哈... 我想... 是... 想品... 想... 想... 阿晴姐多厲害 對了 吃這個鐵板燒 總括來說 這個味道 值得一試試 說真的 這個不是... 不懂的 不懂的 這個大家可以來試試 它的價錢 大概是... 我們倆一埋單 不是最貴 第二... 提第二便宜 980元台幣 加上1 加上1 你們自己計算 我不會計算 我覺得飽肚感又不是很飽的 但是它的味道是真的... 非常煩 牛肉那裡 我們倆是完全找不到形容詞 要形容的牛肉 即是你不親身試一下呢 不認識我 哈哈 對了 整件事就是這樣 大家有興趣就來佈位 記住 它開門的時間是... 我有兩段的 有個... 好像12點到4點 接著就5點到9點 我負責吃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然後呢 我們上網搜尋 這裡最多人吃 也有blogger介紹過 也有youtuber介紹過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有關的資料 這裡我都介紹大家 我發現了新夜市 這個夜市我沒去過 叫做什麼 駱華夜市 我不是還說我好怕 我真的不懂字 駱華夜市 好像很多東西吃 我不是開玩笑 我去炸那一頓 剛剛那頓真的放牙蠟 那幾塊肉 你看到 真的放牙蠟 然後那些菜 那些東西 全部都吃完等於沒有吃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炸東西 現在到我夾了 我覺得我會夾500萬台幣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 很快 看到有多快嗎 夾到頸子 他快到是不能動到頸子 喂 我還沒動 喂 我還沒準備好啊 我覺得他騙你 至少我已經夾了三次 我們現在來了 我不要理他 我先準備先過去 真的 他根本都放不下去 他會釣回去 哈哈哈 麻煩你回去好好反省一下 麻煩你有沒有醫院去現眼 大家看到嗎 其實這隻龜已經掉了出來 但是呢 我不懂說給你好 如果我再夾不到 我就要看醫生 OK 我們現在 哇有龜頭 哇 真啊 他真好人 如果我可以夾一隻皮卡車就好了 夾公仔永遠都很好玩 夾一下就沒有錢 我們現在再來衝刺 夾公仔這個環節 簡直是不可一不可再 毒品雪筆都沒那麼厲害 這個可以夾一下 本身一開波,30元台幣可以夾到一隻 他本身夾的公仔 我看他容易夾,所以我夾到100元一隻 我覺得挺划算 我夾這隻的時候夾了200元,我夾了300元 再加上Jimmy幫忙夾一下夾一下,其實我們夾了4元多多 不過這是回憶,這些都是回憶 雖然夾公仔比試面上買貴 但是夾的過程很開心 看到大家都看到片段 其實每一隻回憶都很大的回憶 好厲害,鮮奶界的LV 他說得很濃郁 我試試那個蘋果牛奶有多好喝 鮮奶界的LV,厲害 很濃郁 兩個蘋果有一支牛奶的 說到,牛奶界的LV 我就試一下,他是不是很厲害 你看,這是牛奶專家 我真的下了兩個蘋果 真的下了兩個蘋果 剛剛看到他真的下了一杯牛奶 還沒看到他加任何東西 看看是不是很醜 如果是,大家來到這個夜市 真的可以試試喝什麼 香港來的,謝謝 謝謝,我一定會好好喝的 謝謝你,拜拜 拜拜 現在就喝這個蘋果牛奶 哇,我發音不錯 蘋果牛奶 我現在都喝這個 超級牛奶街的LV 好 怎麼說呢 它不是很稠的 是水狀的 因為是蘋果 但是呢 我之前喝過的蘋果牛奶 底裡有一堆渣 它是沒有的 零渣 嗯 哇,你不只LV 你是Cucci Seng Liao 哇,厲害 這個真的不是說得到 Hermas都可以做到 你 厲害啊,這個 厲害啊 這個蘋果界的 High Brand High Brand 這是High Brand奶 好喝啊 凌渣 超爽甜 像是用整個蘋果 然後帶兩個奶奶的感覺 值得喝 這個是世界級好喝 宇宙天堂無敵 我這個奶哥說好喝啊 就證明這杯真的有多好喝 這個夜市都OK多吃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來這裡 我覺得挺好走啊 挺舒服啊 它寬落得來又多吃 不會太逼 就是你試過上面好像很少吃 但其實你逼回一塊 又是很多吃的 但是它是很舒服 我覺得這個夜市大家可以來一下 話說我來了台灣這麼多次 但我真的沒吃過什麼叫QQ地瓜球 我常常見見得多 但我每次都很想試 難得來到這裡的夜市 我找一些特別的東西去吃 也不是特別的 因為我沒吃過 那我吃一下 那我先試一下好不好吃 感覺的手感很輕 好像沒有東西 好像出奇蛋 是不是可以吃的 好硬啊 嘩 好硬啊 嘩 看到嗎 認真吃不可以吃的 好硬啊 喂 空的 做什麼 空心的 什麼來的 番薯咯 地瓜就是番薯咯 旁邊有番薯咯 旁邊有番薯咯 我吃到番薯咯 即是胸 然後呢 我吃到很重的番薯咯 然後呢 這個球就是吃個空氣 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 是不是這樣吃的 喂 這樣吃就好吃了 剛剛第一飯吃 我好像吃了一個空氣 沒有自己的東西 這麼硬啊 普通的 但很重地瓜的味道 普通的 不是太好吃 給大家聽你聽啊 阿米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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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他唱來唱多了兩句 阿米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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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唱來唱多這兩句 哈哈哈哈 這個食物 第一時間要先撐一下牙 看看牙健不健康 然後呢 整塊泡下去 不然就這樣吃 是沒有咬口的 但味道都蠻濃郁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因為我第一次試 我覺得新奇得意又好玩 扔出去可能有隻卡比獸 一一扔 扔 嘩 卡比獸 那這個總結呢 這個食物很硬 當然 但這個樂華夜市 還是華樂夜市 還是華西夜市 樂華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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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夜市真的很舒服 因為它很薄 那條街 然後食物又多 你可以吃完東西 慢慢看一下其他東西 我覺得這個食物是不錯的選擇 大家可以來逛一下這個夜市 我說不買不買紅寶貝 到最後呢 我買了整個大陸 然後又買了兩支小的噴霧 然後我撞到他們四隻東西 現在一起在這裡玩 世蟹 你需要Wuby clothes嗎 哈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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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點再來一次Wuby clothes 1 2 3 哈哈 吸不完 哈哈 他們說要買毛巾 但是一個局主要買這個Elsa 你是不是很滿意這條毛巾 喜不喜歡 哈哈 哈哈 是對的 你要用這條毛巾去抹臉 才可以抹到很漂亮的臉 OK 出手Laygo給大家聽 Laygo 哈哈 哈哈 哇哇 它掉了在地上了 哇 看到它看爬 這個黑洞吸你進去的 黑洞哥那天 果然是名不虛傳 它的食量方面 黑洞哥的食物 一定要試 下一集 重慶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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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用 不要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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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真的被我燒到 買紅寶貝的話 大家如果下次來 看到有藍色的 這些小 或者這些中 一定要買這個尺寸 方便拿回香港 是超香的 就是藍色這個尺寸 就是藍色這個尺寸 但是這兩個包裝 因為這裡沒有 我找不到 要不然就買回去 價錢不是很貴 但是真的很香 放一點點就夠了 真的值得買這個 不是開玩笑 色買紅寶貝 一定要買日上 原商藍色 記著是藍色 OK 色買一定要這樣買 晚上的時間是三點鐘 剛剛來到最後一站 就來了情味真 很滿足 情味真撞到觀眾的時候 真的會很滿足 尤其是一家大小的時候 我看到你們吃得這麼開心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滿足 這東西很開心 而且一家大小 還要這麼晚 我現在買完兩個外賣 然後我就要回家剪片 真的不知道這次要多點睡 我想我希望可以在七點前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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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分享 我今天也不知道自己做會是什麼 但今天真的超累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明天再見 明天最後一天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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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晚上吃鹽水餅 再吃情味生去肉飯 再吃這個滷味 還有毒食 簡直開心 大家記住 雞姐的杏鮑菇超好吃 杏鮑菇記住去吃 今天晚上吃這個 簡直享受也不要緊 我今天早上還沒介紹過豆泡的東西 我突然晚上特意叫這個來吃 簡直是跟今早的兩回事 大家還是吃情味生吧 不是說笑 情味生是同樣的東西 整件事是不同的 你吃完之後 你會覺得很濃味很正 但你會覺得它很鹹 現在這樣吃的話 情味生真的沒得吃 吃這個才是最好吃的 整個台灣最好吃的就是情味生 在哪補水餐? 那是很重的 我們也會覺得不一樣 一起吃 餐廳 是在哪裏 有酒嗎?